我現在都沒有泡 主角在廟前廣場打成吆嚇 在旁邊圍觀 穿著白底紫色古裝的民眾 就是台中三是命案的 陳姓女司者 不只自己演 今年四月 她還戴著不滿一歲的 雙胞胎兒子 尬上女角 南華裸著身體 從棺材裡 被演員廖錦德保了出來 眼睛張得大大的模樣 相當可愛 卻慘遭新生父親毒獸 廖峻的兒子廖錦德 在臉書發文 祝福雙胞胎兄弟遠離苦難 痛批兇手泯滅忍性 其實兩個孩子小小年紀 要頂著艷陽陪媽媽賺錢 都是因為爸爸不工作 陳姓嫌犯和死者是青梅竹馬 兩人在台中租同居 每個月租金一萬四 還要撫養雙胞胎 經濟重擔全落在女房身上 她才決定當傳播做拔答 從18代行業 陳姓死者穿著火辣 兇嫌卻疑似不滿女友 常和客人發生肢體接觸 促進大發 兩人經常口叫 在3號當天她痛下毒手 而陳姓死者不只情怒艱辛 短短30年的生命力 也相當坎坷 老家在彰化祖堂的她 是個洋女 曾經嫁到男頭和前夫 生下一男一女 卻因為家暴離婚收場 離婚後 和新美竹馬搭上線 卻依舊是育人不俗 男方是個渣男不工作 兩人二度交往 還生下了雙胞胎 女子為了撐起一家 養活四口 去當林燕做八大 卻因為男方吃醋 活活被勒斃 連雙胞胎兒子都難逃魔掌 就中部綜合報導